三打白骨精 话说白骨精 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 在唐僧面前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满嘴胡说八道 你是他师父 不非是你支持他这样 为非所在的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臭妖精 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 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 知道拦也拦不住了 气得他呀 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啊 啊 师父 别念了 疼死我了 太过瘾 太刺激了 孙悟空最厉害 闹了半天 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 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 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 孙悟空疼的在地上滚啊滚啊 一抬头 恍惚中看见的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 心里坑了一下 冒充万丈怒 师父 就让警户咒勒碎 我也一定要除掉这害人妖怪 太过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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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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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饶了虎哥吧 师父 您就别念了 师父 你开恩啊 唐僧呢 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 也有点心疼了 就停止念咒 上前扶起孙悟空 希望他能认个错 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 怎么着 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 那可不行 又生出一条毒计 变出一条黄绸子素娟 唐僧展开素娟一看 哟 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 佛心慈悲 切记杀生 纵徒行凶 难取真经 这素娟从天而降 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我可以饶你 可上天的旨意 我 我又怎能违背呢 只怪你一错再错 伤害无辜 已经惹怒上天 我不能再留你 你走吧 孙悟空一听 啊 师父不要我了 师父 我不能离开您 师父 让大师兄留下吧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 写了一纸点书 那意思大概就是说 苏悟空伤害好人 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你自己看好了 你自己看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 心里啊 别提有多难过了 这些年来 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 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师父 师父 我一心一意跟着你 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 也罢 既然你非要赶我走 我走就是了 师父 敬受徒儿一拜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 可是一想 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 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 我呀也不该心软 你是个有罪之人 我不受你的理 孙悟空非败不可 使了个身外法 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 轻轻一吹 便出三个孙悟空 加上他自己 一共四个 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 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 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 孙悟空收了毫毛 先叫沙和尚 沙是定 大师兄 此去是天 少不了贱难险阻 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是 阿姐 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 更不要吃了就睡 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 一旦师父有难 你要挺身而上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 记住了吗 好哥 好哥 别走 我也不想走 我怎么能放得下心 阿姐 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 你们就说师哥是五百年前大闹天空的孙悟空 那些毛怪你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我们都是好人 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听了这话 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师父 你如此怨恨我 都是因为妖怪挑拨 可总有一天 您会明白真相的 此时 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 徒儿 我去了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 正身而起 一路流着眼泪 回八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